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要來研究一下中國的茶飲業 最近開始出現了所謂鄉村包圍城市的一個經營戰略 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顧名思義 業者會先以小縣城當作他們的根據地 然後在外圍開設成千上萬的門市 最後慢慢打到都市裡頭 這個策略譬如說像是現在圖卡上看到的蜜雪冰城 他們就是透過這種模式是成功的茶飲業之一 他們現在在全中國的門市已經超過了兩萬家操作到 甚至還有辦法到東南亞的其他國家來拓點 而就也因此另外一家茶飲業者 也就是你現在圖卡上看到的這間叫做田拉拉 現在似乎也開始跟著這個蜜雪冰城的策略來做前進 這間田拉拉大概創立了八年的時間 他們本來所在的根據地是安徽的一個小城市叫做磅布 後來他們比較蜜雪的策略 而且他們還比較的更開放 他們甚至到了三線四線 甚至到了五線城市來做開店 那開店的比率分別是在三線城市39.65% 四線25.91% 一直到五線是11.68% 但是在一二線城市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開店 但是一二線加起來只有22% 那除了開店之外 他們當然還有招牌產品了 就是你現在圖卡上看到我比的這一張水果茶 到目前八年已經快九年過去了 他們已經賣了1.1億杯 好 當然這個1.1億杯這麼賣 當然還跟Z世代的消費趨勢有關係 我們有一份統計數據 我們講的這個Z世代是1995年到2009年 這段時間出生的人 他們其實喜歡喝的飲品 就是你現在圖卡上看到的水果茶 再來呢 排名第二的是奶茶 排名第三的是奶鈣茶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調查去研你產品方針 好 這個方針看起來也是奏效的 所以統整一下 現在看起來這些平價的茶飲業者 他們的優勢在哪裡呢 當然第一個他們本身一定要好喝 再來就是CP值高 好 這個CP值呢 他們的價格大概落在哪 落到2到13塊錢的人民幣 所以換句話說呢 他最貴一杯茶了不起就是60塊 好 正要講缺點的話呢 就是因為由於他們的規模不大 所以原物料到的可能比較慢 不過呢 針對上述的這一些 現在田拉拉的董事長呢 王偉認為說 他們還是希望明年呢 可以衝刺到萬間分店 甚至在2025年的時候 能夠掛牌上市 而當然呢 除了你剛剛看到這個命雪冰城之外 田拉拉他們現在呢 也跑到印尼 也已經開了六間門市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除了在中國本地之外 田拉拉也準備要開始拓載 他們的國際版圖 日本人的國際版圖 是啞子 你會在裡面